今年7月以来,长江流域持续高温少雨,江河来水偏少,水位持续走低。 9月1日8时,长江汉口站水位为14.77米,较历年同期,日均值偏低8.60米,较9月历史最低水位偏低0.9米。 长江武汉段水位于8月底便跌破15米,在历史上实属罕见。 记者当天来到位于武汉鹦鹉州长江大桥下的江滩公园看到, 武汉鹦鹉州长江大桥2号主塔江面上显露出一条钉子形的小路,引来不少市民游泳上岛打卡。 有市民表示,往常钉子坝只会在冬季枯水期才会显露出来,今年在8月份就见到,实在少见。 我本来想上去看一看,我以为离江边很近,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在江中间,正中间, 连上去的都是划船或划船上去的。本来这现在都是汛期嘛,现在还水位这么低, 那往年水都淹到这个上面去了,往年冬天可能都没这么低吧。 西齐啊,我住这么多年都没见过,这第一次。 原来给我从小到大,给我的感觉都是每一年长江的水,这个季节是吧, 都要抗洪啊,然后孩子们啊,家长啊,都喜欢在江边玩耍是吧, 今年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少见,好像从我祭祀到现在,好像应该是第一次哦, 现在成了一个景观了啊。 据了解,钉子坝的作用在于让江水集中起来便于行船, 整治航道,优化长江水道航用环境, 每到长江枯水期,钉子坝就成为了江面上的一道独特风景。